影帝郭富城10月1日连同电影《无双》的演员孙家军等 在香港铜锣湾街头派发《无双币》 吸引来众多粉丝现身捕获偶像 场面十分的混乱 说到影片在内地上映两天 票房已经有上亿人民币 不少影迷都大赞好看 郭富城也表示相当开心 感谢大家的支持 无双有郭富城和周润发两大影帝加持 观众对于两人再拿影帝的呼声也颇高 不知道郭富城信心大不大呢 上天安排了 我觉得演员最重要的是 我们演的时候是玩完百分之一百分去投入去演出 然后去希望能够有突破记忆的演出 因为其实记忆本身也有记忆对记忆的要求 我相信朋友们对我的要求也蛮高 所以我觉得虽然以前也拿过一些奖项 但是对于我来说当我拍每部电影的时候都会把所谓的 奖项的光环放下来 然后继续去拍更好的电影给观众心想 另外活动前一天 郭富城日前被抱怀了二胎的太太方圆在个人社交网站上发表一张亮照以及一张测得的体重照片 城自己瘦出了新高度 而从衬上显示的体重来看 方圆只有39.1公斤 令不少网友都相当担心 更表示难道这就是怀孕了的体重吗 那作为方圆的好老公 郭富城是不是该叫太太多吃一些呀 虽然郭富城不想过度提及家庭的事 但爱老公的方圆 活动当晚 则和朋友现身香港某电影院亲自支持老公的新片 并留言指真的超好看 而从画面中 看到帅出美腿的方圆 真的是巨瘦无比呀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